- 吹死人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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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你幹嘛你們真的很容易被這件事情影響到耶 - 這超好笑喔 - 欸,就...就... - 唉呀,我不知道他的中文片名真的是這樣 - 吹死人啊 - OK,我唸一下好了 - 這一部其實我們當天去看的時候 - 後來的爭議其實挺大 - 希望不要被BANTI - Sorry - OK - 啊,這是1967年的故事喔 - 它是2014年版的疊先的電影的前傳 - 我用我自己的說法好了 - 就是這一家人啊,他們 - 為了要吟聲,所以他們就是 - 做那種假靈媒的工作,就是假裝人家 - 就是神棍啊 - 對,就是神棍啊 - 就是帶人家到家裡面通靈這樣子 - 但是事實上他們是用道具去騙人家的 - 然後可是呢 - 很像那個啊,很像那個 - 那個西斯仔姐那一部叫什麼 - 格林兄弟嗎還是什麼 - 喔喔喔喔,你說那個 - 有一點點像 - 我知道那一部 - 他故意用那個鋼琴線啊 - 然後掉那個... - 對對對對 - 是的是的 - 對 - 然後呢 - 呃...故事的發生的點就是在於 - 他們去買了一個蝶仙回來 - 然後沒想到 - 召喚了以後就 - 就回不去了 - 就是這個蝶仙真的有... - 就是他們本來是靠那個片的隱身 - 結果沒想到這東西真的在他們房子裡面 - 對 - 然後... - 只有我去看是吧 - 好,我講一下好了 - 我真的很喜歡這部片 - 喜歡到爆炸的狀態 - 要不是我... - 是怎麼樣喜歡 - 要不是這個禮拜我很忙 - 我真的很想做他的介紹 - 對 - 它是一部... - 因為它故事是講在1967年 - 所以它這部電影其實超級復古 - 它故意拍的像1960年代的恐怖片 - 你知道嗎 - 然後1960年代的恐怖片 - 其實現在已經不太容易看見 - 因為那個時候的恐怖片其實比較... - 沒有那種... - 噁心的特效 - 然後也沒有那種... - 靠著那種... - 什麼巨大... - 就是那種... - 有時候我們現在的恐怖片 - 不是都會用劇烈的剪接嗎 - 就一直切東西有沒有 - 來讓你覺得好像有點超現實的恐懼感 - 它沒有... - 切東西 - 呃... - 切畫面啊... - 就是它會用高速的那種閃毀 - 類似那種mike被的那個剪接方法 - 來讓你... - 現在的恐怖片常常會這樣 - 有時候... - 有些恐怖片步調會很快有沒有 - 但是這部電影的步調非常非常的慢 - 它很像那種以前... - 我看過... - 天魔... - 大法師 - 對 大法師 - 喔喔... - 那個... - 六六六... - 就是天魔... - 或者是... - 鬼店... - 這種電影... - 就是它慢慢的... - 把你帶... - 帶你進去那個故事裡面 - 而且它的故事其實是很厚的 - 它就是... - 巨細迷移的講了這三個... - 就是這一家人的關係 - 這一家人的那個家庭... - 家庭關係 - 就是... - 你看一開始就會發現說 - 他們是三個人... - 住在那邊其實... - 有他們的那個... - 家庭背景的問題 - 然後他們還去上學... - 上學還有遇到別人這樣... - 然後人... - 呃... - 在學校可能還有一些校園生活 - 然後很有趣喔... - 它連拍法都... - 都... - 完全復古的... - 它會用一些六零年代... - 七零年代的攝影運鏡方法... - 因為那個時候沒有那種... - 掉起來的那種攝影機鏡頭... - 所以很少有往上看... - 但是會有那種推軌... - 或者是輪印的鏡頭... - 會慢慢的就是把鏡頭慢慢的推到那個人的臉上面... - 然後鏡頭很長... - 然後不剪這樣... - 然後或者又dissolve... - 融結... - 很有趣... - 但是這種講故事方法... - 後來... - 因為他大概前三十分鐘啊... - 都...你都覺得還好... - 就好像是在看一個家庭劇的感覺... - 可是到達最後大概九十分鐘... - 七八十分鐘的時候... - 你會覺得很不舒服... - 因為他故事... - 很不舒服是指說... - 不安的那種... - 對很不安... - 就是他最後... - 他用那些燈光還有什麼... - 就是慢慢的帶你進到那個... - 那個環境裡面... - 然後... - 那個整個... - 後來整個氣氛變得很詭異... - 你會覺得很不舒服... - 就是... - 有一種形容方法就是... - 頭皮發麻... - 你知道... - 我進去看電影的時候... - 雖然我... - 陳佑啊... - 就是... - 木迷的另外一個被邀請去看電影的那個... - 就說他坐在我旁邊... - 都聽到我一直在笑... - 你知道... - 但是其實我笑是因為我很不安... - 我用笑聲來... - 來演示我的不安... - 哇... - 我看到後來其實是... - 很兇... - 還是你... - 還是你那天就是忘記洗頭髮... - 所以就是... - 頭皮... - 發麻... - 沒有... - 我每天都洗頭... - 這一點... - 絕對不是... - 絕對不會是原因... - 真的嗎... - 好... - 簡單來說我看... - 因為我們是在電影院裡面看... - 就全黑的嘛... - 完全黑暗的場景... - 我看到後來我是... - 好... - 很想要出去... - 很想要奪門而出... - 就是... - 很希望有... - 那跟那個... - 暫時停止呼吸... - 暫時停止呼吸... - 跟暫時停止呼吸... - 跟暫時停止呼吸... - 完全不一樣... - 暫時停止呼吸... - 很明顯就是現代的剪輯方法... - 對... - 它是用一種那種... - 呃... - 長鏡頭是玩那種... - 透過牆面的人有沒有... - 的那種方法... - 喔... - 是現代的... - 是有點... - 我覺得暫時停止呼吸的典型就是Panic Room... - 就是那種... - 暫時停止呼吸的典型就是Panic Room... - 喔... - 對... - 它有很多地方都跟Panic Room很像... - 就是告訴你在... - 其中一個角色的造型也很像... - 就是跟你講說... - 密閉的空間裡面... - 喔... - 你說錢哥很像那個... - 那個Jerry... - 對... - 對... - 對... - 就是... - 他就是... - 在一個密閉空間然後讓你們這樣跑來跑去嘛... - 然後... - 所以有一些運鏡是很難度很高的... - 但這一部不是... - 這一部是用真的很傳統的方法... - 而且最有趣的是... - 它甚至連那個... - 換本的那個點都有把它做出來... - 換本... - 你知道什麼叫換本嗎? - 你有看過Fight Club嗎? - 我知道啊... - 戰鬥陣俱樂部嗎? - 你知道它會... - 它會標記一個... - 對... - 以前的... - 以前的... - 底片的電影是因為它一本大概20分鐘左右... - 那90分鐘的東西怎麼辦? - 所以它要把它接起來嘛... - 所以它在接起來之前它要把它叮... - 要換成B機器嗎? - 對... - 它有一個記號... - 它有一個記號... - 所以有一個圓點通常都會在右上角... - 所以它們就是要... - 那個什麼... - 對到那個點然後接起來... - 然後這樣子那個兩個... - 兩個本就可以無縫把它接起來... - 就是... - 可以把兩個20分鐘的東西... - 接得很順這樣子... - 然後... - 我為什麼會知道... - 因為Fight Club要把它特別介紹了嘛... - 因為... - 那個布萊德比特演的那個角色在裡面... - 就故意把那個... - 性愛的場面把它剪進去裡面... - 那它不是... - 就是故意剪一個大B機... - 對... - 它剪一個老惡在裡面啦... - 然後... - 而且我們在... - 那個是很好笑... - 因為... - 鬥彈劇樂部到最後就是... - Ending的時候還故意露出來... - 這個話... - 對...故意... - 對... - 好啦... - 這個... - 我很推啦... - 我真的覺得如果是有老影迷的話... - 就是喜歡看... - 呃... - 深層恐懼的... - 的那個... - 的人的話... - 我建議去看... - 它... - 它不是那種... - 它不是那種驚嚇型的... - 還是有... - 它會用一些音效或是什麼來嚇你... - 但是我覺得整體到最後你會覺得很不舒服... - 很想要離開那個... - 但是... - 好了... - 這是我的口味... - 因為... - 當天去... - 當天去看電影其實有些人不喜歡... - 但我只能說我個人很喜歡... - 就是... - 但是我是覺得... - 可能是因為我有看老片... - 所以我看到的時候有一種... - 對... - 懷念的感覺... - 那種感覺... - 跟鬼敲門比起來... - 鬼敲門... - 鬼敲門我沒看到... - 因為鬼敲門也是那種... - 不是那種... - 不是... - 不是那種現代的恐怖片... - 就是它是真的會讓你很... - 很不舒服... - 恩... - 沒有看,所以我沒辦法評價... - 但是它這種的話... - 算是吸取考克型的東西的延伸... - 你知道嗎... - 就是這... - 因為它裡面一開始有... - 預告片裡面就有一個運驚是用神交鏡... - 什麼神交鏡... - 就是兩個人... - 呃... - 我現在放到前面啊... - 對不起... - 讓我看一下... - 它在電影... - 預告的一開始其實有一個... - 有一個畫面... - 它這叫神交鏡... - 就是後面跟前面... - 後面的景色的人物... - 跟前面的景色的人物... - 這個... - 我現在定格... - 這叫神交鏡... - 就是... - 它其實... - 前面這個人清楚的... - 理論上後面這東西不應該清楚... - 可是它用特殊的方法讓它... - 後面的東西看起來很清楚... - 其實有點像分割畫面... - 對... - 但是這以前在那個... - 希曲考克的... - 電影... - 或者是布萊安迪帕哈拿電影... - 有很多嗎... - 對... - 就是常常會玩這種東西... - 像魔女嘉莉就會玩這個東西... - 希曲考克不是還... - 它還會... - 什麼... - 就是你在推軌的時候... - 順便變焦那個... - 那個技法... - 對啊... - 反正... - 希曲考克那個時候研究了很多新的東西... - 他其實是很實驗派的... - 對... - 新浪潮導演很喜歡他... - 很愛用... - 但是你知道嗎... - 希曲考克的... - 地位其實... - 在50年代... - 60年代... - 就像是現在的麥格貝... - 或者史蒂芬斯比... - 他就是拍票房片... - 拍恐怖... - 拍動作... - 所以有一陣子... - 就是在那個時代... - 他在美國當地... - 其實地位沒有很高... - 對... - 票房電影的導演... - 這樣子... - 對... - 不是藝術片導演... - OK... - 好啦... - 這個... - 呃... - 對... - 那個... - 有人說到小妹妹演技... - 這部片真的... - 最大的看點就是小妹妹... - 露露威爾森這個... - 就是他們演的妹妹的... - 今年才11歲而已... - 我這... - 裡面形容啊... - 就是可愛也看他... - 恐... - 恐怖的那個... - 起源也是這個女的... - 對... - 所以看完以後... - 我就覺得... - 我很想去追他... - 別的動機... - 很有... - 好嚇到我... - 還以為你想要去追他... - 不是... - 我想要去找他的... - 想去找他別的電影來看... - 還問一下... - 好啦... - 好啦... - OK... - 字幕後..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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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字幕後...